欢迎收看天工艺术财宝小知识 国际珠宝大牌之所以历久不衰 是因为它们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当中 将某一种元素做成了经典 今天我们来了解几家著名珠宝大牌的 经典元素 由自然灵感幻化而成的珠宝设计 深深的植入各珠宝品牌的形象当中 而各大珠宝品牌也在它们的经典元素当中 不断的注入心血 送造出源源不绝的新品 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一家厂牌的商品 今天我们来介绍五大珠宝品牌的经典元素 卡提叶 美洲豹是卡提叶珠宝中的经典元素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珠宝都见得到美洲豹 在这只豹的背后有一段残眠翡测的爱情故事 当时卡提叶的设计师约老板一起到美洲丛林找设计灵感 没想到杀点变成美洲豹的食物 两个人合力击退美洲豹之后就掉入爱河 但是被老板的原配给拆散 设计师把疯狂的思念以及爱意注入他的设计当中 于是第一枚美洲豹凶真问世 美洲豹就成为卡提叶的经典元素之一 无论是战利或是奔腾美洲豹都显露出高贵优雅又极具致命的诱惑 Burgary 一提到Burgary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灵蛇系列 灵蛇系列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传说意味着重生 鲜明独具的色彩搭配顶尖的工艺 灵蛇系列十分令人倾倒 伊丽莎白泰勒在埃及艳后中佩戴着Burgary的灵蛇首饰 黄金打造的蛇头 祖母绿蛇眼 以及香满宝石的蛇身 在珠宝设计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因为伊丽莎白泰勒的知名度 帮Burgary带动一波灵蛇蜂巢 Tiffany 在奇妙的生命中 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都希望能遇到对的人 对的事 也希望在对的时候把握机会 留住幸福 Tiffany设计师的创作理念是 每一支象征成功在握的钥匙 能够带领着佩戴着踏上最璀璨药木的未来 而Tiffany更是赋予了钥匙全新的含义 爱情像一把锁 每个女孩都是打开爱人心锁的唯一钥匙 请问哪一个女生能拒绝这样的视频呢 Shunnel 看到山茶花就想到Shunnel Coco Chanel 钟爱山茶花 因为她最爱的情人送她的第一束花 就是山茶花 山茶花占据了Shunnel女士的想象空间 她将白色素雅的山茶花 化为了Shunnel永恒的花式 极具古典美的山茶花 肆意绽放在各种服装、珠宝、首饰上 象征着愉悦、感性、爱情、浪漫主义 给全世界的女性带来一种优雅的生活理念 Faincliffe & Arpels 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是 心怀幸运之愿,方能成为幸运之人 这个品牌的家族成员 Jock Arpels 他喜欢从家中的花园摘下四叶草 然后将这四叶草 和一首名为《不轻易放弃》的诗 送给合作伙伴 借此来鼓励他们偿怀希望 之后 品牌正式以四叶草为创作灵感 推出四叶草系列作品 每一片叶子都蕴含深刻的意义 第一片代表希望 第二片代表诚信 第三片代表爱情 第四片代表幸运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典元素 让人一看到这个元素 就想到这个品牌 这就是品牌成功之处 今天的财宝小课程就先到这里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 意见或疑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也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以及在Facebook上面帮我们按抢先看 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教学 我是Christine 这里是天工艺术 财宝小趋势 咱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